为了照顾激增的确诊患者 哲会中心也调整专责病房护理的人力 由护病比原本是1比5放宽到1比9还有到1比15 也就是每一位护理人员要照顾更多的病人 这引发基层的反弹声浪 护士工会就举例了这是国外的例子 说高护病比等于高死亡率 护理师每多照顾一个人 患者入院30天之内死亡率 会增加5%到7% 那么指挥中心则说 将会开会讨论加发护理人员的津贴 希望依照实际照顾确诊者的人数来计算 来看这个表格 照顾的病人越多 津贴也会越多 第一线护理人员无奈感叹 每天光是要照顾现有患者就忙翻了 实在无法想象护病比再放宽 本土疫情大爆发 为了照顾激增的确诊者 指挥中心松绑专责病房护病比 由原本1比5调整为1比9到1比15 人力顾不来 不仅得消假上班 每天还要加班至少两个小时 公会也怒举国外案例 指出护理师每多照顾一人 患者入院30天内死亡率 就会增加5%到7% 影响医疗品质 医院做不到符合1比5的人力 但卫福部也不谈加发津贴 不谈未来是否会增补人力 对于各种漠视第一线的行政的措施 是感到非常的心灰意冷 基层反弹 指挥中心听到了 将开会沿拟加发护理人员津贴 原本每位护理师照顾5位病人 可领1万元 算下来每位患者2000元 如果护病比达1比7 加发津贴就可领1.4万元 以此类推 国内医疗量能逼近崩溃 护理人员也大喊吃不消 中央提津贴合理化 希望安抚基层怒火 记者综合的